這個輸出,你可以看到它其實有蠻多種 當然免費的部分,我們主要會是這兩個 就是雲端,還有什麼,ESE 那如果你用簡體版的,就是對岸的那個簡體版 它可以多一個視訊 但它的視訊是只能到DVD的品質 就是免費的,免費的 那像我之前,我國際版我也有付費過 因為那時候我在用的時候,我就有一個需求是要做成影片 所以我就有用付費了 那付費,反正偶爾我用到花一個月也還好啊 也還OK,所以我們來看一下呢 這邊要怎麼輸出 首先當然你要先存檔一下 你到左上角這邊 你可以把你的專案檔儲存起來 它的副把名字是FS 那這是第一個動作,你把它先儲存一下 萬一這個軟體你不小心當機了 它跟Office一樣,有一次的復原機會 萬一啦,不小心當機了 再來就是說 你儲存專案檔的時候 建議最好不要用預設的名字 因為呢,待會發佈的時候 如果你是用預設的這個名稱 是不能上傳的 你看我們Office打開 如果你沒有新檔案,沒有特別命名 是要未命名 這樣他就認為你不夠誠意 不讓你上傳 OK,所以你可以改一下名稱 好,那我就幫他儲存 好,儲存好之後我們在上面這邊 您就可以看到選單上有一個匯出的功能 好,按一下 也沒有看到這幾種方式了 對不對,原則上我們國際版就是前面這兩個 好,前面這兩個 那執行檔比較沒有什麼問題 就變成ese而已 好,那我就直接用這個 來跟大家說明一下 我就下一步 好,首先您可以看到呢 標題 好,你可以自己決定 再來 你要不要公開顯示 不過免費帳號 預設的話都是公開的 好,就是說他只能公開的 好,假設你要傳到雲端的話 好,那再來就是很重要 一定要選一個什麼 類別 一定要選一個類別 我們這邊 教育類的應該 好像只有computer這一個吧 其他他好像這裡沒有特別的 HK訊的 好,我就用computer的 接著呢 下面這裡 這個關鍵字啦 描述啦 這個不是給你看的 是給搜尋型看的 你可以把你的關鍵字打進去 然後呢 他會預設幫你把 你簡報沒有文字 就自動加進來有沒有 加進來 那你可以自己選擇 看有沒有需要 再來 我們看一下這裡有個 預展的設定 也就是說 因為這個簡報 你放到雲端之後 他有一個loading的動作嘛 所以 你的那個loading的動作 你可以在這邊自己決定 欸 我的 什麼什麼 萬一你請燒帶 有沒有 類似這樣 那你可以自己選顏色 這些都OK 都OK 那這個是 你可以看的 另外呢 如果你在這邊 我看一下 倒數那個應該還好 我就先儲存一下 如果沒有問題 我就按會出囉 這樣就可以 你就可以在雲端上看到他 雲端上看到他 那我先利用匯出的時候 我跟各位介紹一下 我們剛剛不是有進到他的這個雲端嗎 有沒有 進到這邊 你到國際版了 你可以從右手邊 從右手邊 有一個官方網站這邊進去 在我們OneNote的右手邊 這個官方網站 點開之後呢 您 因為剛剛已經註冊了 就直接從這邊 sign in 登錄就好 你會有一個 你個人專屬的一個頁面 個人專屬的頁面 所以我在這邊 打上我的mail 這樣我就進來了 這樣就進來了 那我們在左手邊這裡 有沒有 你自己的showcase 然後你的這個 mypresentation 點進來 有沒有 剛剛0504已經上來了 他一部分 因為他還沒有全部傳完 在這邊 對不對 還在上傳中 可是你就可以在那邊看到 那 所以呢 你有需要的話 可以在這邊直接做管理 包括你要取得這個分享的 網址 然後呢 你的那個 要做管理的 就直接從這邊刪除 都可以 這樣你了解了 所以 其實我是覺得 就教學上來講 他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還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那 這給大家了解一下 那等一下好了之後呢 他們就會把那個網址給你 還有QR Code 也幫你傳真 老師 可是沒有登錄 好像他不但不成 當然 所以你要註冊 因為這個軟體等於說 你在右上角這邊 如果你要發布 要做一些下載那個發布 就是一定要先登錄帳號 好你看我們這邊 匯出成功 有沒有 你可以檢視簡報 也可以 這個網址也是有QR Code 那如果當然 你不需要他的 就要從上面來 登錄之後 做管理把它刪除 這樣了解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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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